请大家起立 好 我们请Angela带着敬拜团带领我们一起敬拜 让神来祝福我们 我们也向神来献上我们今天的感恩和我们的赞美 还有我们的敬拜 耶稣你能是下眼看见 耶稣你能一直伤心人 耶稣你能先必释放 找不可能变为可能 唯有耶稣 唯有耶稣 掌管天地挽柔 唯有耶稣 事实随便成仇 交光风举凉平行 大难舍罪心神迹 耶稣 无人与你相亲 耶稣你能 世下也感见 耶稣你能一直伤心人 耶稣你能 世下也感见 找不可能变为可能 唯有耶稣 唯有耶稣 掌管天地挽柔 唯有耶稣 事实随便成仇 从从风举凉平行 大难舍罪心神迹 耶稣 无人与你相亲 唯有耶稣 掌管天地挽柔 唯有耶稣 掌管天地挽柔 听唯有耶稣 唯有耶稣 掌管天地挽柔 唯有耶稣 世下也感觉 唯有耶稣 唯有耶稣 只随便 falling 伸脏和赞美 你是陪的 陪的 万无极白衣 你是圣洁 圣洁 圣洁荣光在圈地 你是圣洁 圣洁 你圣洁荣食 敬拜 你是佩德 佩德我们的资产美 佩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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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尊重和赞美 你是陪的 陪的 万无极白衣 你是圣洁 圣洁的荣光就在圈里 你圣洁 圣洁荣光在圈地 你是圣洁 圣在圣在圣地上 让我们来赞美 息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神 息在今在以后永在 圣在圣在圣在圣能生 永远才不作伤 圣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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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圣能生 息在今在以后永在 圣在圣在圣能生 永远才不作伤 享受任何作伤 圣在圣能 圣在圣 người 圣在圣能 百音中 圣在圣地上 圣在圣向 圣是 圣对圣价 圣世界 圣有圣在圣 圣你 圣是 圣对圣地上 圣赏 being 圣被圣是 圣是 愿各族各方 万国外民都来敬拜您 愿各族各方 万国和万港 敬拜山高养 祢是圣洁 圣洁 圣洁 永恶在圈地 祢是培养 培养 万物几百亿 主啊 我们感谢赞美祢 我们将荣耀归于祢 主啊 祢使我们在忍耐中生盼望 在盼望中不断地感恩 祢所安排的尽是完美 主啊 就让我们看得完全的人生 不被环境和现状所欺骗所挟制 主啊 让我们的眼目在基督里是明亮的 主啊 愿我们爱基督的心能够融下宇宙 不被自己的势力才能 我们是要靠耶稣基督的恩典来得胜 主啊 我们谢谢祢 愿神的百姓全心全意地敬拜祢 主啊 因为在这里有我们神的同在 这里有神的混资采 这里有神的言语 这里有神的天高 这里是另一个点点 看那的胸和木童军 何等的伤何等的美 如同那黑雷的赶路 天在西岸山 爱就在这里 爱在这里 乐平在这里 光明在这里 神明在这里 耶和华所命定的福 都在这里 你若想要得到他 在耶稣里有神的宝宅 何等的伤何等的伤何等的美 如同那黑雷的赶路 藏在西岸山里 爱就在这里 爱在这里 能赶紧别的赶路 软黄礁 无忍好 这样的祷告 在耶稣基督的祈祷 爱在这里 让我们再一次来感谢神 爱在这里 这里在这里 光明在这里 生命在这里 耶和华所命定的福 都在这里 你若想要得到祂 在耶稣基督的祈祷 耶和华所命定的福 都在这里 你若想要得到祂 在耶稣基督里 主啊 谢谢你 你曾经应许我们追求的就得到 寻见就寻见 叩门的就给叩门 主啊 你的应许从来没有改变 你的慈爱万代长存 主啊 在你的面前 就再次的来破碎我们 重新的来塑造我们 因为你的慈爱 双手在扶持我们 以温暖的怀抱保护你们 主啊 让我们在你的脚前 我们一生一世写给你 我们千倍的等候来跟随你 平主一心 平主一心 主 平主一心 以你 你是也是他叫 或是一毒 구我欲遇造 我 因主之意 我才知道 己是你 合 Light & vine 利息 主平你一心 日月一心 正天查我们 May lir законч 誓言揭插我 就在今天 求主接近我 揭拔如雪 我前辈父母 在主面前 聘你一息 主聘你一息 上上永恋人法 求主 求主付主 全居哪里 完全属敌 完全属敌 付我一致 我深深救主 聘你一息 主聘你一息 思想与言行 救主旨意 神明充满我 贤命基督 藏去我心内 做我君王 神明充满我 贤命基督 神明充满我 贤命基督 神明充满我 贤命基督 我们站立引起 世卫道 传道为我们祷告 我们一起来祷告 主啊 多么愿意 我们的生命是向你说 主凭你一行 因为你的旨意高于我们的旨意 你的智慧高于我们的智慧 你的道路高于我们的道路 当我们顺服在你面前的时候 你的祝福就满了我们的生命 你的自由就低在我们的前路上 主啊 愿你来代引我们 让我们能够对你说 凭你一行 让我们的思想和言行 都凭你一行 让我们越来越像你 主 你今天来开启我们 你今天来充满我们 你今天来对我们的心说话 你今天来揭去我们眼前的帕子 让我们真认识你 主 谢谢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谢谢我们的敬拜团队 今天我会和大家来一起分享 陶将 陶将 遥将与泥土 非常感谢神 遥将与泥土是我 非常喜欢的 也非常能够 给我力量的一个话题 我不知道大家怎样 昨天晚上我们在小组里面的时候 有一个木道友 他问我 他说 你们能肯定你们样样都信吗 其实信这个词 不仅是相信 还有一个什么 信而跟从 我在问自己 我能肯定我 每一件事都相信吗 每一件事都愿意跟从吗 我的答案是否定的 我并不是随时随地的 都觉得神做的非常有道理 我不是随时随地都觉得 神所做的和我心里 我的旨意相合 但是 我记得当初我刚刚信主的时候 有一次祷告 我在神面前说 主啊 让我做你手中的淫敌 因为我是个诗人 所以我这样来祷告的时候 我的第一本 信主以后的第一本诗集 就叫淫敌 但是那位老传道人对我说 他说你为什么要做一只淫敌呢 你为什么不肯做一个痰鱼呢 他说痰鱼你祖敬啊 当然他年纪大了 他觉得痰鱼是最有用的 淫敌是没什么用的 我当时就在想 是啊我为什么不想做个痰鱼呢 如果主要我做个痰鱼 他经常一低头就可以吐痰 但后来我觉得上帝其实是不吐痰的 只是那个老传道人让我看见 作为一块泥土 在摇将手中是平礼一行 我们不是来选择我们要成为一个怎样的器皿 而是我们要选择成为一个合用的器皿 什么是贵重的器皿 贵重的器皿就是合用的器皿 而不是以我们的价值观来判定 什么是贵重 什么是不贵重 今天我就想和大家分享这个主题 我这个总是一按就是两个 还是由你们来吧 今年我讲的都是罗马书 罗马书我们已经讲过传福音者的榜样 罪于审判 上帝的义与人的称义 与神和好 你是谁的奴仆 上一次我们讲的是上帝挚爱的帮助 今天我们讲 遥降与泥土 你看随着这个过程我们是越讲越深 也盼望大家的属灵生命是一级一级 越走越靠近天堂 越靠近主的光 让光来照亮我们生命中的每一个地方 其实我们的人生是很难一开始 信了主就完全让主来照亮我们每一个地方 每个人都会有私藏一些角落 是吗 私藏一些角落 我们总觉得那样好像 我不要一下子那么属灵 那么属灵的事交给两个长老 他们被神光照就好了 我们呢每次就给一小部分给神光照 但是随着我们属灵在神面前的追求 神光照我们生命越来越多 我们越来越向神敞开 我们越来越发现 渐渐的 我们不仅仅是要神来帮助我们 我们更盼望 会安排的很好 跟主之间似乎能有个交易 啊主啊我为你做这个 你拿祝福我那个 你拿帮助我这样 你拿帮助我那样 渐渐和主交流的时间多了 和他在一起的时间多了 你越来越发现 因为你的盘算是非常不智慧的 因为你不知道明天将如何 而神的旨意高过你的旨意 于是你就愿意在神面前顺服 看自己所当看 我们不过就是一块泥土 而愿意交在神的手中 好我们讲第一个 上帝赏赐之公平 我们今天讲的是罗马书九章 罗马书九章十四节 我们除了夸号的地方不念 我们一起把这三节练一下好吗 来这样我们可说什么呢 难道神有什么不公平吗 断乎没有 因他对摩西说 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 要恩待谁就恩待谁 句子看来 这不在乎那定义的 也不在乎那奔跑的 一直在乎发怜悯的神 我先问大家 你有没有在神面前发过这个脑骚 主啊你不公平 发过这个脑骚的举下手啊 还有一些就是还 要么就还没碰到 让你发脑骚的事情 要么你就是天生比较顺服 我是在信主很长时间 经常跟主 argue的 就说你凭什么 你凭什么让这个士灵到我 你凭什么让这个士灵到他 你凭什么要这样用他 你凭什么要这样用他 很多个为什么 常常觉得你不公平 前面当然九章 前面都讲到了很多事情 所以他会说难道神有什么不公平吗 他先告诉你断乎 没有 所以保罗书信 他这个先告诉你断乎没有 然后告诉你为什么没有 断乎没有 我们信主 其实不要落入一个不用思想 不敢问为什么的境地 你只有问为什么 上帝才能回答你 你从来不问为什么 你对神的认识 常常是很顺服 但你常常会在相对比较浅的一个地步 当别人来问你为什么的时候 你就傻了 因为你没问过 如果你有心传福音 其实上帝就像我们爸爸一样 他很愿意回答你的 你去问他 但同时问的时候 是神有主权的问法 而不是我宁驾于神之上的问法 这是不一样的 所以先讲断乎没有 神有什么不公平 当我们觉得神不公平的时候 当我来argue的时候 其实我是以我的标准在看 其实即便现在一个星期之内 我跟我先生也问过神为什么 因为我们想起 我们过去那个教会 就Torrance那边 有一个很好的弟兄 他的太太得了脑瘤 那我们突然又想起这事 因为我们一直在他们的那个 就是email list里面 然后张俊又在数算 说你看他们家有多么爱住 他的爸爸妈妈多么爱住 他的什么什么多么爱住 而且他们也不吝啬奉献 我们老公很实在啊 他觉得教会是很需要奉献的 所以他说你看他们又不吝啬奉献 又做工而且很谦卑 那凭什么他就得脑瘤 你看而且后来说医治了 然后才没有 最近又复发了 所以在我和张俊心中 其实除了我们自己的事 还有我们周围的事 都有很多个为什么 我曾经想过 为什么神不给我孩子 我为人家祷告 一祷告一怀孕 一祷告一怀孕 为我祷告很多大牧师都祷告过 包括披腾 那都不管用 这不是不管用 其实别人为我祷告的时候 我可以接受 但我知道神没有要给我 除非神哪天对我说 他要给我 那你说公平吗 不公平我们没有 我们查过很多遍没有问题 但是 当我们说公平和不公平的时候 我们是以自己为中心 当我在三次公外孕以后 一个非常不属灵的一个弟兄 是个学者 他给我打个电话 他算是来安慰我 但他说了一句话 他凭什么千分之一不能是你啊 因为那个是千分之一举律 就是说你没有任何问题 他凭什么千分之一不能是你啊 你不是很爱祖吗 很爱祖的人就是 比较跟神靠近吗 跟神靠近就看淡生死嘛 也看淡有和没有 所以那千分之应该是你 是了你 你就让那千分之九百九十九的人 有了一份幸福 这不就是基督徒该做的吗 哎呀他是来安慰我 从纽约打电话给我 然后最后讲的是这番话 虽然话不好听 话造理不造 为什么不能是我 为什么我就应该是宠啊 为什么神就应该按照我所想的 我该得什么工作 该有什么样的生活来安排呢 我们埋怨自己长得不好看 或者埋怨自己运气不好 或者埋怨自己的老婆不行 或者埋怨自己的老公不如别人 或者埋怨自己的孩子 有什么问题 我们不停的在埋怨的时候 其实你不是埋怨这些人 你就是说我是上帝 应该按照我的要求来安排这一切 而上帝你不是上帝 因为如果你承认他是神 那么他的安排就是最好的 就是公平 因为公平肯定有个尺度嘛 当你说不公平的时候 神能理解你 但是神也要告诉你 断乎什么啊 没有 断乎没有 我们的信仰不要落到 越来越是井上添花的一种文化 一种非常虚浮的安慰 我们的人心不是需要虚浮的安慰 我们需要从那种虚浮中 回到真实中 我们的真实就是地上是有不公的 不平的 地上是有我不能理解的 但我相信 重水之上 耶和华坐着为王 我们相信我们在地上 无论遇到多少的艰难 多少的难处 在地上的日子是短暂的 我们身体无论有多少的病痛 我们这个身体是一个帐篷 我们的灵魂是不灭的 我们在地上的这一段时间 或长或短 只是主安排我们来活出他的荣耀 来传递他的爱 如果你有这样的信心 你就不会将你的信仰 永远在我能不能理解 我觉得公平不公平之中 如果一个信仰随时以赖于你能不能理解 你觉得好不好 你觉得上帝公平不公平 那么这个不是信仰 这个是你自己的自信 我们说自信 完全信自己 那么这种完全信自己 你可以使用基督教做个幌子 你可以使用菩萨做个幌子 你可以使用文化做个幌子 你可以使用科学做个幌子 甚至你可以使用金钱或美貌做任何幌子 你信的都不是这些 你信的就是自己是上帝 所以他讲到既然他是一位神 他要黏命谁就黏命谁 要恩待谁就恩待谁 圣经中有个故事 是耶稣讲的 这个故事里面就是说 有一个圆主 葡萄圆主 他呢要去招一些工人来 他找人去招说你们来吧 来干一天我给你们一块钱 他为什么要招他们呢 是因为看见他们在那挺可怜的 又没工作 但是很多人没有来 有些人有几个来了 到了中午他出去一看 哎呀还有人在烈日下站着没有工作 他说你来吧 我给你一块钱 到了晚上傍晚的时候 仍然有人贫又很穷 然后又很困又很累 也找不到工作 他说你来吧 我给你一块钱 然后到晚上的时候他要开始发钱了 你知道抱怨的是谁吗 早上来的 抱怨的有没有道理 太有道理了 要是用人的想法 我干一天是一块钱 你干两小时傍晚呢也是一块钱 所以我爸爸很聪明 我爸爸是教会学校长大的 但是他不信主 他始终跟我和我妈妈说 你们放心 天堂上有我一个位置 但我没必要现在就信 我要临死的那一刻 女儿你要回来 然后我就赶紧信主 他说找信有很多麻烦 万一政府找我啊 其实他八十岁没人找他了 但他因为经过文革嘛 万一政府找我啊 然后还要去教堂啊 然后还有各种的约束 他说我现在不要信 但我最后一定是上天堂的 我爸爸是苏州人 他就是要把自己算准了 是傍晚的那一个 但你有没有想过 其实公平 第一 神这里面就说 原主说这是我的钱 难道我没有权力给人吗 我跟你讲好的 是不是你干一天 我给你一块钱 你是不是愿意的 那就行了 你为什么要管他呢 难道神在恩待你之后 他就不能恩待另外一个人吗 他就不能怜悯他吗 为什么我们人已经到了 都不允许神去怜悯别人呢 不允许神去恩待别人呢 我扪心自问 我也常常是那个早上进去的人 觉得挺亏的 觉得应该再晚糟一点 但其实你回头想 那些站在外面 也就是说今天还不认识主的人 他是好像不受到一些信仰的说服 不用礼拜天来教会 但礼拜天也没有啥别的事干 他们在忙活 要么送孩子学这个 学那个学那个 要么去挣钱 然后送孩子学来学去 都在学钢琴学什么 其实艺术完全是来自于天赋 不来自于你学学学 学完了你也还是一样 而且现在大家都学钢琴 钢琴已经成为和我们过去会 会跳格子的那个 你们跳过吗 一样的一个技能 所以人总是在忙 在园外的人 因为不知道有主人 不知道下一顿饭 谁来给我吃 所以他一直在辛苦 而在园内的人 虽然你在工作 你在好像为这个园主做 但是你有平安 有喜乐 因为你知道你在家里面 这就是有工作和没有工作 有家和没有家的区别 还有一点 就是人 为什么说神是公平的 因为其实如果神 要按公义来走 不按怜悯来走的话 我们没有一个人配得他拣选 谁配 你比旁边那一个更好吗 没有啊 基督徒 所有今天的基督徒 比今天还没有成为基督徒的人 道德品质高吗 智力比较高吗 都不是 神拣选软弱的 让强壮的羞愧 拣选那无知的 拣选那笨拙的 因为他是我们的智慧 因此如果按公平来说 我们全都得承担我们的罪 今天所以神是 他怜悯 怜悯是讲行行动上的 那恩代是讲感觉上的一种怜悯 恩代的原文的意思是同情啊 就是同情是连续这个意思 所以在这我们就看到 其实就是我们都不该得这个工作 我们谁都不配敬神的家门 而上帝因着怜悯拣选了我们 既然这样 你为什么又不允许上帝去怜悯别人呢 上帝将永生的怜悯的 因着怜悯给了你 将他的生命 将他十字架上的死 因着怜悯给了你 你却不允许上帝为一个软弱的 或者一个没有信主的人 因着怜悯给他一份工作 因着怜悯给他一个好一点的生活吗 你是看中那一个给 还是看中你得到的呢 第二我们来讲 上帝彰显的全能 十七节到十八节 因为经上有句话像法老说 我将你兴起来 特要在你身上彰显我的全能 并要使我的名传遍天下 十八节说 如此看来神要怜悯谁就怜悯谁 要叫谁刚应就叫谁刚应 这里讲到旧约的一个故事 在出埃及里面 法老主南以色列人出埃及 所以呢 这个摩西就行了十大神迹 每一个神迹都比上一个神迹 带来更大的灾难 要让法老让他们走 于是 就有很多慕道友 包括我当初也想过 那耶和华神故意让法老 刚应 所以今天我不信主 是耶和华上帝让我刚应的 所以我没信 那能怪我吗 你说是不是 所以我们会有很多怪神的 其实故意这个词 罗马书一章二十八节 罗马书当时我大家 叫大家罗马书一章要好好读 你传福音基本上 就用一章就很够了 什么叫 人神的永能与神性 是明明可知的 就像法老当时 神是明确的要带以色列人走 而且以色列人说了 我们要到旷野去侍奉我们的神 所以神的永能神性明明可知 法老不相信神 但是他能感受到有一个神的存在 但是他是故意不认识神 就是我故意不认你 我们很多人心中也 在冥冥之中感受到有一位创造主 但我不愿意认你这位创造主 我不愿意认神做神 因为我要自己掌握自己的权 所以他故意不认识自己的时候 而故意不认识神的时候 他就高抬自己 就像我们对神说你公平吗 其实这个时候我们要故意高抬自己 我是神 这个时候神怎么样 就任凭你任意枉为 这就叫 叫谁刚应就刚应 叫这个词有让 任凭的意思 而且这里还讲到神的预知性 所以他这里是预先就知道 预知 我们是生活在时间的这个程序里面 你对明天的事发生叫什么预言 但上帝不是 上帝那里没有时间 所以他预知这个人是要高抬自己 并且他就任凭他 但有的时候上帝的怜悯在哪呢 就是说上帝知道我们中间有些人 包括我自己就是要高抬自己 故意不认识他的 他因着怜悯呼召了我 因着怜悯让我降服下来 使得我接受到这个恩典 今天你们每一个在座的 特别是还没有信主的 那就是上帝格外的怜悯 领到你让你莫名其妙的心里一软就来了 上帝的怜悯没有领到 有些人他同样很刚硬的时候 上帝也不是让他刚硬 上帝任凭他刚硬了 所以人是用来彰显神的全能的 那个法脑他十个灾难在他身上 然后他都不悔改 一个一个灾难在他身上加上 上帝也任凭他任意妄为 任凭他刚硬目的是什么 仍然是彰显神的命 其实一个人啊被上帝使用有两种用法 我今天告诉大家 然后看你想看看你想怎样被他用 第一种用法是贵重的器皿 是得荣耀的器皿 也就是说愿意顺服下来 来让神借着你将上帝的爱 上帝的荣耀人的尊严从你身上彰显出来 就是我们常讲的见证 当我们顺服神的时候 我们身上就见证出上帝的荣耀 见证出耶稣基督那改变人的生命 还有一种使用 那就是你硬着景象不听上帝的话 即便是基督徒有的时候也会的 硬着景象去犯罪 上帝这个时候也使用了你 让你给人看见神的全能 在法老身上 人就看见了上帝的全能 看见了上帝能做的惩罚是如何的 所以你要成为上帝手中被他用来 因着惩罚在你身上 而被上帝用来 写明上帝的主权 写明人人都有罪呢 还是你愿意顺服上帝的旨意 让他的荣耀在你身上 写明人人都可以蒙恩 人人都可以改变 人人身上都有耶稣基督的带领 有他的救赎呢 就是说你愿意做正面角色 还是反面角色呢 没有一个人不被他所用 好既然都被他所用 我们看第三 造物主与受造者 我们一起来念这两句 十九节 这样你必对我说 他为什么还指责人呢 有谁抗拒他的旨意呢 你这个人啊 你是谁 竟敢向神抢嘴呢 受造之物 岂能对造他的说 你为什么这样造我呢 既然刚才这样讲了 有人就说 那上帝还指责我 他让我刚硬的 他让我不信的 他让我成了一个 被贱的器皿 他让我没成贵重的器皿 可不可以这样呢 其实 当你任意妄为的时候 是你选择罪 但是你不能要求上帝 是怜悯谁 而我任意妄为的 神你一定要怜悯我 把我像保罗一样 大马生路上啪给按倒 保罗身上就是很明显的 一个恩典 因为保罗是故意不认识他 逼迫他的子民 但是保罗在大马生路上 光照在他身上 他眼睛瞎掉 看不见 然后被带领 而且他问 你是谁啊 他说你逼迫我 他说主啊 我没有逼迫你 他说你逼迫我的小兄弟 我就是那个你被你逼迫的 这种奇异的恩典 常常发生在被神呼召 做传道人的人身上 所以你要等那样的时候吗 可以的 你就祷告吧 等发生一个巨大的事情 也有人撞车啊 突然醒悟 这种人通常 格外的恩典 带来一个格外的呼召 格外的使命 我说我跟 我先生张俊 我们是无可推卫 因为我们家就属于格外的恩典 我们俩都是不仅不信神 而且四处叫人家别去教会 我们那时经常叫人家别去教会 所以不要进华人团体 而且最有意思的是 我们那个时候 张卜丽牧师正好去我们的步道 然后我们跟别人说不要去 这个人原来在你看六四在民运混 现在混进教会了 讲的还是一套 其实我并没有听他讲什么 神非常奇妙的今天让我跟他同共 所以额外的恩典就是这样 我们扪心自问自己是不是应着格外的恩典 我们是不要的 但是神让我们要了 所以他说 你这人啊 你是谁竟敢向神抢嘴 现在就讲到一个非常核心的这个信仰 非常核心的地方 就是受造之物和造他的 是什么样的关系 跟大家讲一个我小的时候 长得不好看 就是不像我妈妈嘛 我妈妈长得很好看 我就三天两头的心里就是 怪我爸爸长得难看 我就在我妈面前挑拨那一间 说你根本不该找这个男人 你说这个男人长那么难看 个子又不高 然后害得我们也不能很高 然后又难看 经常跟我妈讲 我妈每次跟我爸一吵架 当时我到九岁才有我妹 而且我妹妹是在外婆家长大 只要我爸妈一吵架 我就叫我妈离婚 我说你找个帅的 我当时跟他讲要找个帅的 高的然后很有爱的 其实就是我现在找到我的先生了 我总跟我妈挑拨那一间 我爸所以对我意见可大了 其实想想啊 现在想想如果 后来有一次我妈说 哎呀虽然爸不好看吧 但没有他吧 也就没有你 我说那不一样 你找个帅的 你看我长得就好看啊 我妈说那就不是你啊 我们常常这样 我们埋怨神怎么把我造成这样啊 我们埋怨造物主为什么 把我是这种性格啊 当然我们埋怨自己被造是一回事 我们还埋怨别人被造 是吧 哎呀这个人怎么是这样啊 那个人怎么是那样啊 然后我们跟神讲 所以他说 我们跟造物主的关系 应当去追求明白神做事的法则 我们要问为什么 哎为什么主你这样做 但是我们问的时候 是一个求教的心 主啊这件事情为什么会发生 还有一种问法 同样问主 这事情为什么会发生 那是一个反问质问 所以那个时候是 要求神怎么样解释他的作为 当我们是求教的心 希望明白主做事的法则 当主一时没有开启你的时候 你能够将这个问题存在心中 当我们是一种好像要求神解释的时候 主若不解释 你就觉得没道理 主若解释 如果跟你心中的逻辑不合 你还是觉得他没解释 因为若不是以求教的心来问 你是听不见神对你说任何话的 因为神的道路高于你的道路 神的逻辑跟你的逻辑不一样 所以昨天我们有一个 我们的余弟兄说 顺服了就能体会到爱 哎呀我觉得太高声了 虽然还没受洗已经能到这个境地了 确实 如果你顺服下来 顺服神了 哎你顺服下来就尝到他的爱的好处 这就比方说 我现在每天晚上要吃这么一大碗冰淇淋 我总叫他不要吃 他总说我们家的体质不会得糖尿病 我不知道将来会怎么样 但是我觉得如果他哎 他在这件事情上用不着顺服 就顺服这个道理 就是多吃冰淇淋 会得糖尿病 这个道理的话 他尝试不吃 他其实就可以不吃 有一阵子他都不吃 他突然又开始吃了 因为是冰淇淋打折 他就买了好多桶 然后放在那个冰箱里面 然后我们家冰箱里面有四桶还五桶 所以他你看 有的时候其实你顺服下来你就尝到这个好处 夫妻之间也是 教会也是 跟神的关系更是这样 当你顺服神了 按他的旨意去做了 你就发现 这些命令不是约束你 而是保护你 也就像余弟兄 我们可以称余弟兄吗 余弟兄所说的 你就感受到这个爱了 如果你不能谦卑顺服下来 不愿意做神手中 摇将手中的那块泥土 他就没法塑造你 那你永远就是那块泥土 你成不了那个器皿 当一块泥土的时候 你自己挺觉得挺好的 我就是块泥吧 我会羡慕一个陶罐 我会羡慕一个花瓶 羡慕一个碗有用 但是当我跟神说我要成为那个碗的时候 我把自己放到神手中 但我对神又没有信心 会是什么情况呢 我觉得神应该一下子让我成为有用的 而不是在这捏我 把我捏来捏去 你看中间还捏凹了 我原来挺圆的一个块泥土 挺漂亮的 你把我给搞凹了 我看过人家做银器 你们看过没看过做银器 我去西藏看人家做银器 拿那个小锤子敲啊敲啊敲啊一直敲 我就突然感受到 若我是那块银子 本来咱是挺贵重的 一块银子了都 然后你把我敲扁 敲扁以后坑坑洼洼 在他没有成型之前 你到银匠铺去看 那很难看的 你都不知道他最后要做成什么 敲来敲去敲的坑坑洼洼的 我们都是在过程中的 我们在过程中的时候 有时候觉得我原来挺能干的 被神搞得好像还不能干了 我原来在这个社会上挺能打平的 我现在好像还不太醒了 我在家里都说最后一句话的 我最近你看我也不能说最后一句话 而且我们看别人也是 这个基督徒 哎呀你看哪里有荣耀嘛 还不如那个不幸的 因为你看的是半成品 那个你看的是原装 你是愿意半成品经过神的手 成为一个贵重的器皿呢 你还是原装做一个土木一块泥巴呢 所以如果你看别人不顺眼的时候 看自己不顺眼的时候 你要对自己说 我正在神的手中被塑造 贴个标签 咱是半成品 工作期间 让人家原谅你 所以我们第四节说 神说 神所造的器皿有两种 一种贵重的器皿 一种卑贱的器皿 在很长一段时间 我都认为 那贵重的器皿就被神大用了 比如张牧师贵重的器皿 大家都认可对吧 那贵贱的器皿呢 我经常跟我先生说 我说你也信主那么多年了 好多年前他就是教会的主席了 然后你怎么混成一个做饭的呢 自从来了这个教会 倒没听过两篇 所以其实我心里 其实潜意识的就是中国文化 我还是觉得贵重的器皿 就是被神大用的 这一次我查经的时候 为了讲到 神很深的让我看见 贵重的器皿是合乎主用的器皿 而不是做某件大事的器皿 而卑贱的器皿呢 是为达神标准的器皿 也许今天我来讲到 如果我没有达到神的标准 神让我讲的我没能讲出来 圣灵的恩膏没能流出去 我就成了被贱的器皿 而我们老公每吃饭 现在饭是不是越做越好 从来不加身 那就是贵重的器皿 合乎主用 主就要用这个 所以我先生经常跟我说一句话 他说你别看你们讲道教导 不难 他说洛杉矶牧师挺多的 都能找到好的讲道 我能把做饭交给你们吗 交了一次你们加身了 交了两次 你要少做了半锅 他很看重他做饭 我一直觉得他应该追求上进 但是这次在看这个圣经的时候 我突然发现贵重的器皿 就是合乎主用的 主要用你今天带孩子 你能带到很好 就是贵重的器皿 这就 好 除了这两种器皿以后 还有一种器皿 我们今天因为提摩太后书二章二十一节 皮特讲过 人若自解 就怎样做贵重的器皿呢 人若自解脱离卑贱的事 就必做贵重器皿 成为圣洁 合乎主用 预备行各样的善事 所以主不要一个多么了不起的人 主要一个合用的人 就像你在家里 你不希望全都是非常华丽 非常贵的水晶瓶 有一个就够了 叉叉花 你需要碗 需要甚至塑料盒 需要一个大盆子 小盆子 你需要各种各样的 这些合乎你用 你都是贵重器皿 好我们下一个我们就讲到还有一种 就如何看待恶人 也就是说除了贵重的器皿 卑贱器皿 这两种都是要被主用的 只是一个已经合标准了 一个还在塑造之中 还有一种 就是预备可怒的 预备遭毁灭的器皿 我们说恶人 亲爱的弟兄姊妹 和木道朋友 今天我们在座的 谁是看到恶人非常怜悯和同情他的 有没有 哎呀 大家都不肯生 哎 太好了 有一个 通常我们看到恶人呢 就恨不得他早早灭亡 是吧 看到恶人呢 就觉得 哎呀 上帝你怎么还容忍他待着 而且恶人竟然还昌盛 这是我们最想不通的 我们觉得我倒霉也就算了 至少恶人不能不倒霉 他比我更倒霉呢 我就觉得认可了 比较之心 但是这里就讲到 那可怒的 欲被遭毁灭的器皿 神欲知有些人 虽然多多忍耐宽容 神忍耐宽容他们 仍然不肯悔改 其结局必然遭致灭亡 如果我们从神的眼光 看这些恶人 你就知道他的结局 必然遭致灭亡 今天无论他有多么 昌盛 他结局都是灭亡 于是你就会怎么样 怜悯他 你就会多多向恶人传福音 因为他的结局会肯定灭亡 而不是羡慕他今天的昌盛 你知道当我们希望恶人 尽快毁灭的时候 其实是什么一回事 在我们心中吗 其实是我们心中 特别羡慕这个恶人得的东西 我们恨不得做个恶人 所以你才愤愤不平 如果你非常看清恶人 所得的那些不义之财 而看重神所给你的属天生命 你就会为恶人祷告 你就会对他有巨大的怜悯之心 因为你知道他越作恶 他越难悔改 他越有钱 越难舍弃那些钱 他就越容易有灭亡的结局 所以要盼望 我们是从神的眼光来看人 而不是从自己的眼光看人 所以神的主权并不抹杀人的责任 虽然神拣选不是按人的行为 但人还是要为我们的行为负责的 也就是说恶人他所做的 他是要负责的 虽然怎样惩罚 不是由你我来定 是由上帝来定 其实最大的惩罚 就是他赚的很多很多 哪怕他的心中很快乐很快乐 没有一丝忧愁 我们现在经常会讲 他赚很多钱他心里没忧伤 你最后要想 一个恶人既赚钱快乐又害人 他还开心 这样的人是最可怜的 因为当他死的那一天 他那么开心 最后也守不住他的财产 他的在他认为辉煌的生命 也在那一瞬间停止 这个是最大的惩罚 否则你就会羡慕他的最终之乐 羡慕他的不义之财 你就会怀疑我为什么要做 要这样做呢 我为什么要遵 行神的命呢 我为什么要爱人呢 如果你爱人是为了得到 一个回报使你财产增多 使你朋友增多 你有的时候会失望 好 蒙爱得荣耀的器皿 第五条 就讲到我们这些 二十三节说 又要将他丰盛的荣耀 彰显在那蒙怜明 早预备得荣耀的器皿上 这器皿就是我们被神所招的 不但是从犹太人中 也是从外邦人中 这有什么不可呢 这里讲到两件事 第一个我先要解释一下 二十三节这里的早预备 和二十二节的说预备 被毁灭的器皿 这两个预备在原文不是一个字 只是中文翻译用了一个字 前面那个预备是预知的意思 后面这个预备说不仅是预知 而且是预定 所以得荣耀的人是被神预先定的 而那个被毁灭不肯悔改 他只是预知并没有预定你 不肯悔改 若你悔改 神愿万人得救 不愿一人沉沦 这些器皿就是我们被神所招的 所以说在这样的过程中 我们就更感恩 我们不仅被神预先知道 而且被神预定来得荣耀 我们无可夸耀 其实你想想也是 为什么那个神迹正好发生在你身上 为什么那天你正好走入教会 听到那篇道 为什么那句话正好感动了你 这一切都是神特别的恩典 并不是我们信主的人 就天生比别人柔软 天生比别人爱真理 天生对爱敏感 有的人是 并不都是 至少我不是 所以我常常觉得 上帝在我身上所做的 实在是 长阔高深 如果你不知道自己是怎样一个人 不知道神为你做了什么 你的感恩就是很虚浮的 你的感恩就会从自己出发来判定 神是爱你还是不爱 爱多还是爱少 神呼召我们要做贵重的器皿 是为什么呢 是用来成装贵重又荣耀的神 好让他丰盛的荣耀彰显在我们身上 我们做贵重的器皿 不是摆在那看的 即便我过去一直是有个心愿做神手中的长笛 神今天也用我吹奏很多旋律 写很多诗歌 但不是让我成为一个价值昂贵的淫敌 当摆设的 而是要让这个长笛神 对我的启示 你长笛是要让神吹的 要吹你就要有孔 其实一根长笛 同样是一个怎么样 残破的器皿 若是你没有孔 神的气息就不能从这个长笛里面吹出来 若你这个器皿非常完整 没有破损 那么你若不是一个破烂的瓦器 你里面的光 你里面的生命就透不出来 所以不要做一个完美的人 要做一个诚实真实的人 因为每一个真实的人身上都有千疮百孔 而正是在这些千疮百孔中间 透出了神的光 爱和荣耀 如果你这个千疮百孔 是因为你性格的敏感受伤害 那么神的荣耀 那个医治的荣耀 那个肯定的荣耀就从你身上出来 如果你的千疮百孔是身体有病 身体有疾病 那么神那个医治的能力 以及那个怜悯 那个忍耐 那个爱就从你身上出来 能安慰那些同样有病的 所以永远我们能够传递神荣耀和光明的 都是我们的伤痕 而不是我们的完整 都是我们的破损 而不是我们的骄傲 所以一个想让自己成为一个好基督徒 非常完美的基督徒的 你并不能彰显神的荣耀 因为这世上没有一个人 比耶稣基督更完美 而耶稣基督却愿意死在十字架上 愿意身体上布满边伤 愿意内旁被刀戳破 而不是成为一个金光灿灿 完美的形象在你面前 他是成为一个头上戴着禁忌观 脸肿脏 乌青 为你流血的形象在你面前 医治你的伤痕 因此我们说这是何等的怜悯于恩典 就像和西亚书上说 那本来不是我的子民 我要称为我的子民 本来不是蒙爱的我要称为蒙爱 从前在什么地方对他们说 你们不是我的子民 将来就在那里称他们为永生神的儿子 所以我们这些人 从前都算不得子民 因为你不认识上帝 你也不是他所拣选的民族 但是 因着神的怜悯 今天我们成了神的儿子 现在我们是蒙连续了 所以我们最后有几个问题 让大家在小组里面可以讨论的 这问题第一就是我这块泥土如何被主塑造 这个里面第一就是你愿不愿意承认自己是个泥土 你有没有信心 对神爱的信心把自己放到他手里被塑造 然后你怎样被塑造 你说泥土怎样被塑造 泥土要没有自己的旨意 就像我们刚才唱的 平而易行 平你易行 我将成为怎样的器皿 我想成为怎样的器皿 我要成为合乎主用的器皿呢 我是要成为一个又让他用 又让他用的不太顺手的器皿呢 我还是要成为一个 毕竟毁灭的器皿呢 是我们的选择 如何看待另一个蒙爱的器皿 神愿万人得救不愿一人存人 所以我们的弟兄姊妹为什么能彼此相爱 因为对方是蒙爱的器皿 神既爱了他 你为什么不愿意和神同心来爱他呢 如何看待一个将得荣耀的器皿 无论看到一个弟兄姊妹身上有再多的毛病 你都要知道他一定会得到荣耀的 因为基督为他死了 他得荣耀是神预定的 今天我们讲到这 简单的一句话就是 我们被造的不过是泥土 若是我们对神的爱有信心 若是我们对这位创造的有信心 我们就愿意将自己放在他的手中 让他来塑造 不是塑造成我们要的样子 而是塑造成他合用的样子 让神合用了 我们身上就能彰显神的荣耀 传递神的爱 而我们彼此相爱的时候 也要看到我们同为神手上的那块泥土 同时在被造的过程中 我们低头一起祷告 我亲爱的恩主 我们愿意 我们都是泥土 你是我们的姚将 我们常常用自己 把自己当做神 来判定你公不公平 我们常常把自己当做神 来判定我们要不要接纳自己 或者接纳别人 我们今天在你面前悔改 我们来对你说 主啊 让我们真是顺服在信心之中 顺服在爱之中 才能够真认识你 亲爱的弟兄姊妹 若是你今天 愿意在神面前 无论你已经是基督徒了 还是你还不是基督徒 如果你愿意 今天有感动 觉得自己不过是一块泥土 你愿意交给这位 为你定十字架 为你死 为你受鞭伤 并且爱你到永远的神 愿意将自己像一块泥土一样 交在姚将的手上 让他来塑造的 你可以站起来 在你的座位上站起来 站立在神的面前 神就因为你的站立来塑造你 让你成为贵重的器皿 让你在这个世代 来传递上帝的爱 上帝的荣耀 这个世代 我们有很多的失望 哦 主啊 是的 我们向你承认在这个世代 我们有很多的失望 有很多的不明白 我们对自己 对他人都有很多的不明白 但主你是我们的造物主 你是创造万有的 你也是给我们生命的 主 我们今天 所有在站立的人 都是愿意将自己 放在你的手中 让你来塑造 成为这个世代的明灯 来将你的光 能够透过我们的破顺 造出来 来给这个世代一光 给这个世代一爱 主啊 无论你要将我们造成怎样的 凭你一心 祝凭你一心 我们保持在你敬拜坦队 来带我们一同来 重新以祷告的心 来唱这首歌 来唱唱这首歌 我 拼主旨意 我在此等候 安静顺服 拼你一心 主 拼你一心 誓言尖照我 就在今天 求主吸尽我 切白如雪 我 谦卑 俯复 在主面前 神明充满我 鲜明基督 常去我心里 说我句话 继续唱 刚才你们中间有没有新主而站起来的人 可以从那边上 长老和我为你们祷告 听你始终讲 我是你独 当我依造我 拼主旨意 我再次等候 安静顺服 请坐 感谢主 谢谢四位传道 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做一个 愿意让神的旨意在我们心中 让我们的生命中 来自由运行的 这样子早一点进入神的荣耀里面 哈利路亚 今天 现在我们来有奉献 请招待的姊妹们 感谢主 当我们奉献的时候 我们也为扎木斯带导 他这两天在 Arcadia新希望国际教会 为神打美好的仗 这个洛杉矶的教会 愿意请洛杉矶另外一位教会的牧师 来讲道 这种胸怀是不得了的胸怀 因为他不怕张牧师去抢他的羊 感谢主 所以 因为这样子的开放 牧者之间的连结 第一天晚上十位信主 昨天晚上四十位信主 哈利路亚 我们求主继续高抹张牧师 好 我们一起来祷告 主耶稣 我感谢你 让我们能够在 这样子一个教会里面 来享受你的同在的同时 也能够看到与你的仆人同工 主啊 不管是张牧师还是斯伟 他们常常在众教会中间 甚至于在全球各地之间 来高举你的名 主啊 你就让你的恩惠 联名 临到他们所传讲的听众 谢谢你 主耶稣 我们这个时候愿意 把你所赐给我们的钱 再奉献一部分回去 使你家有粮 求你悦纳 求你看顾 感谢祷告 都是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感谢主 感谢主 我们主题是 刚强壮胆 得地为业 你知道这个是跟谁讲的 是神跟谁讲的 耶稣亚 阿们 哈喽 我们来这边 真的是要得地为业 昨天晚上 我去这个 叫做 college park 才突然发现 那个是一个 virgin lane 大概 我们eatsville大概有 一万两千个中国人 然后 大概有八千个中国人 听说现在college park 已经有两千个中国人 搬进去 他们传福音 不像eatsville这么大 比较不容易 他们呢 有一个很好的 community center 所以说 好像是我们的这个 马姊妹 就在健身房 健身健身 就跟旁边传福音 然后就带到家里吃饺子了 哈喽 所以说 这个地方 是我们发现的 第三个 神要赐给我们 得地为的地方 就距离我们 我们这个教会 好近啊 大概三麦 大概左右而已 感谢主 昨天才发现 我们的马弟兄 也是1959年出生的 好 我们教会1959年出生的 好多人 哈利路雅 就是在那个最困难的时间 成长的 他才知道 他的软弱 他要助 好 我们的牧师也是59年 我们安吉拉也是59年 哈利路雅 哈哈哈哈 不能乱讲 哈哈哈哈 对 感谢 感谢主 哈利路雅 我每次想到 这样子我心里面 充满感恩 哈利路雅 神在我们这些软弱的人身上 献出他的钢奖 感谢主 哈利路雅 真的来这个教会 真的很兴奋 那几件事情报告 好 请弟兄姐妹有 如果有机会的话 继续上线祷告 好 我们从早上 6点15就开始 好 现在是我们利友长老主持 好 然后晚上 也有好几个祷告 这上面都协用 好 然后呢 感谢主 今天哪些 有新来的朋友 有没有 请举手 都 那边有两位 好 要不介绍一下 好不好 请起立自我介绍一下 OK 这位先介绍一下 各位兄弟姐妹大家好 我今天第一次过来 是在我朋友介幕 介绍下我过来的 我和老公还有孩子是 7月1号到美国这边 所以 对这边很多都不很了解 今天过来 刚刚听老师的讲解 我感觉 数据很大 数据很大 然后让我缓解了很多的压力 以后呢 可能还要 还要请求大家的帮助 阿门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欢迎 好 后面还有一位 那个穿绿衣服的 感谢主 好 感谢大家 感谢主 我今天过来 我是之前受洗了 之前是在华尔区那边 因为我们住在齐诺这边 听说你们刚搬过来 就过来 过来大家看看 熟悉熟悉 好 欢迎欢迎 好 神让我们在东区这边 好 那个有有这样子的教会 我们相信这个地方要成为 众华人蒙福的地方 好 感谢主 好 那这个我们今天 大概报告就到这边 我们聚完会以后 是 好 我们要特别讲一下 下个星期五 我们的布道会 我们现在 下个星期是我们的县堂 星期五的时候 我们在这晚上有个布道会 张牧师来讲布道 大家尽量的将自己的朋友 邀请到这里来 听张牧师布道 并且特别是 还没信主的 你的邻居啊 只要是华人 都邀请他们来 所以这个非常重要 大家这个星期 盼望我们教会的 教会的会友 特别是 基督徒的弟兄姊妹 同工 大家为 下个星期五的布道会 好好的祷告 因为祷告的力量 远大于当场的讲道 所以 祷告非常重要 还有下个礼拜六 各个小组是没有的 没有活动 因为礼拜五 大家都来布道会 礼拜天 我们是县堂仪式 我们请了 来唱歌的 两个歌唱家 来唱歌 并且我们雅歌 敬拜团 礼拜五和礼拜天 都会有舞蹈 有敬拜 到礼拜五 礼拜天 我就不是在这讲了 在下面跳 所以希望大家 就是 既然我们要献堂 就为这个堂 来解禁祷告 为这个教会中 所有的事工来祷告 这是我们每一个人 当尽的 在神面前的义务 好 我就 跟大家补充报告一下 好 感谢主 请大家告诉大家 神给我们的权柄 就在我们牙齿的后面 请大家嘴巴张开 邀请朋友来 当你一邀请 话一出去 就带着能力出去 好不好 好 我们大家请起立 我们一起来唱三一颂 权柄 塞梅神圣万父子恒 世上万民 赞美主恩 天师天君 赞美主名 赞美圣父 圣旨圣灵 阿们 请四位传道给我们祝福 愿天父上帝的恩典和耶稣基督的救恩 常与我们同在 主啊 真是愿圣灵常与我们同在 让我们在圣灵中相交 也在圣灵的教导中更认识我们的主 主 愿祢成为我们这个教会 真是真正的王 愿我们的心中能够认祢做王 放下自己 成为祢手中的器皿 主 谢谢祢 愿祢的平安喜乐 浇灌我们每一个家庭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们 好 那我来为饭食祷告 亲爱的天父感谢祢 让我们的饭食小组 主啊 这是常年的牺牲自己 来听讲道 来这个受造就的机会 主啊 在那边准备饭食 让我们每一次 真是吃得又愉快又健康 而且都能吃得很饱 谢谢你主耶稣 就劝你让我们在吃饭的时候 你在天上侧耳听 主啊 是睁眼看 看你自己的子民 在这边的交通 主啊 借着这样子的交通 让你的爱 满满饱饱的 充满在每一个人的心中 感谢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请大家到后面用餐 吃完饭以后 愿意留下来的 请到前面 牧师会赶过来 我们开一个 星期五星期天 聚会的同工会